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个星期三呢我们有三则的国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对今天的第一则我们要来讲华盛顿邮报针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独家新闻 那访问泽伦斯基不是什么独家 但是重点内容在于他们访问了泽伦斯基对于美国机密文件外泄的看法 在正式进入泽伦斯基的访谈之前 我们先来简短补充一下美国机密文件外泄的背景 那在今年四月初的时候美国就有两批机密文件外泄了 那当中有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跟乌俄战争有关 而且还是被标记为最高机密 那外泄的文件里面呢就有提到乌俄战争的军备情报 大尿消耗双方的死伤人数估计 俄罗斯的攻击计划以及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等等 那么美国之所以可以拥有这些情报资讯 有些是搜集而来 但是有一些是透过间谍行动 例如窃听暗中监视等等来做情报的搜集 那这也代表美国不只有监视俄罗斯 那甚至也是监视了自己的盟友乌克兰 那甚至是泽伦斯基本人 那么泽伦斯基是如何告诉华盛顿邮报的呢 那这篇报道是在5月2号的时候上线 就提到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跟编辑 就聚集在泽伦斯基的办公室里面 那这个办公室有很大的荧幕 平常就是泽伦斯基跟外国领导人视讯开会的地方 访谈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 那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 泽伦斯基就有提到 当美国机密文件外泄的事件传出来之后 美国白宫或者是五角大厦 并没有事先告知乌克兰 也没有告知他本人 那他是和其他人一样 都是从新闻中得知外泄的事情 那但是在外泄事件之后 美国跟乌克兰官方有没有通电话讨论 或者说双方讨论了什么 目前我们并不清楚 那根据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说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外泄事件之后 有和乌克兰的外交部长通电话讨论了外泄的事件 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讯息是什么 那美国的副国务卿 也在当时跟乌克兰官方有多次的通话 但是一样我们不清楚 有没有讨论到外泄事件 所以至少到现在 外界可以得知的细节相当的有限 只不过从美国机密文件外泄的状况看来 这会影响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那泽伦斯基这一次的回答也是相当的谨慎 毕竟美国就是提供最多军援给乌克兰的国家 所以当记者问到泽伦斯基说 机密文件外泄是否会影响两国的紧张关系时 泽伦斯基就说 表达他的私人感受并不值得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那在这边我直接引述泽伦斯基的话 他的大意是 我不能拿乌克兰冒险 那如果这是我和普丁之间的战争 而且战场上面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么我会告诉每个人我对他们的看法 但是这个事件 也就是外界事件有点不同 我们都有责任 这是泽伦斯基的说法 事实上这也不是泽伦斯基 第一次被卷入类似的事件里面 简单来说 时间回到2019年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因为美国总统选战就要在2020年开打了嘛 那当时候的美国总统川普 就曾经打电话给泽伦斯基 那要求或者说施压泽伦斯基 调查拜登跟他的儿子 那川普跟泽伦斯基的通话内容 最后是被记录下来 而且被公开 那这当时候也是让泽伦斯基相当的错愕 因为照理来说保密通话内容应该是各国领袖之间不成文的一个规定 所以当时候媒体要把这个事件称之为通乌门事件 那乌是乌克兰的乌 那在这一次的专访里面 泽伦斯基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这边也直接引述他的话 他就说 你还记得我和川普的对话内容是如何被公布出来的吗 那美国还把内容列印出来 老实说 我当时候并没有允许 同意美国可以这么做 那回到这一次的事件 华盛顿邮报就有提到 泽伦斯基在评论外泄事件的时候 有时也显得非常的恼火 他说自己把这整个事件 视为是一场电视剧 TV show 那但是呢 这个电视剧 最终却是有可能 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帮到俄罗斯 那因为毕竟外泄的内容 也有提到乌克兰在反空问题上面的缺陷 以及乌克兰正在准备大反攻的资讯 泽伦斯基就说 旅人问他 谁可以从外泄事件中获益 那但是他并没有时间去理清到底谁可以获益 他关注的反而是 谁不能从中获益 那但是具体细节 泽伦斯基本人也没有多谈 那其实针对外泄的事件 基本上 泽伦斯基的说法 也是跟乌克兰官方先前的声明是一致的 也就是拒绝承认 或者是否认任何外泄的相关资讯 甚至也是拒绝承认这一些是机密或者是敏感的情报资讯 相反的 乌克兰官方的说法是 这一些文件都不是真实的 那这一些都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假讯息操作 那所以这一次在访谈的时候 当泽伦斯基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时 泽伦斯基也是这么直接回应 那我这边是直接以第一人称来说明 泽伦斯基就说 这不是敏感的讯息 如果我回答你 就代表说 这一些就是敏感的内容 也代表了 这一些文件内容都是真的 好的 那针对美国外泄事件 这是有关泽伦斯基的最新回应 好那我们今天第二则来讲科技议题的新闻 最近人工智慧的话题非常夯 尤其是OpenAI他在开发出ChatGPT之后 AI的这个话题更是非常的热门 那在5月2号 有人工智慧AI教父之称的 Google副总裁杰弗瑞辛顿 Jeffrey Hinton 他宣布他在今年4月的时候 辞去了Google副总裁的职务 那这个消息宣布之后 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他坦诚自己后悔研发AI的技术 那他也很担心Google未来在跟别的人工智慧开发公司 竞争的时候 像是微软啊 或是我们刚刚说的OpenAI 他说他怕他们会为了竞争 而放宽了非常非常重要的相关规范 那他也说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对人类会非常的危险 所以他希望他辞去这个职务 可以作为一个给世人的警惕 来警告大家 AI发展的潜在风险有多大 好 我们今天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谈 我们会来介绍辛顿这个人 还有他为什么重要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会来谈谈辛顿 他宣布辞职之后 他发表的一些言论 还有他的忧虑是什么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看辛顿他是谁 他今年75岁 是一位英国出生的科学家 那仔细看他的家族其实大有来头 他的家族里面出了非常多知名的科学家 昆虫学家 逻辑学家 哲学家 等等 那其实辛顿他本人一开始是心理学的背景 他在1970年在剑桥大学拿到心理学学士的学位 然后在八年之后呢 在197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人工智慧的博士学位 那之后他就先后在 例如说英国萨塞斯科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克分校 剑桥大学 卡内基麦隆 还有伦敦大学学院等等任教 那他现在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资讯工程学院担任教授 那辛顿对于科技领域的贡献其实非常大 因为他的发明包含了神经网络训练方法 像是反转传播演算法 还有对比散度演算法等等 是奠定AI人工智慧系统科技重要基础的关键人物 那另外 他跟他的研究团队在2012年的时候 他们在图像识别领域取得了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他们当年开发了一种深度学习模型 叫做卷积神经网络 可以大大的降低图片数据集的识别分类错误率 那所以辛顿还有他另外两个学生 也是电脑科学家 他们三个人因为这些贡献 而在2018年获得了美国计算机协会ACM的图灵奖 那Google公司呢 是在2013年收购了辛顿 他创的D&N Research公司 这间公司专门研究神经网络领域 包含例如说电脑视觉 语言理解 还有语音辨识系统等等 所以辛顿他也等于是在2013年正式的加入Google 然后担任了副总裁 还有工程学者的职位 那过了10年之后辛顿他宣布他辞职了 离开了Google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 他为什么辞职 还有他的担心是什么 辛顿在最近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 那他提到说他过去都以为说 至少要等上30年或甚至是50年 才有可能让AI进化到比人类聪明的地步 但是他现在看来他觉得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了 纽约时报就引述了辛顿说的话 他说你看AI五年前的样子 还有现在的样子 这么大的差异以及成长速度 真的是非常的吓人 那其实不只是辛顿 近期来也有不少科技业界的人士就出来说 AI发展的脚步实在太快了 不管是相关规范还是法规 其实根本目前都跟不上 那如果不放缓脚步的话 很有可能会让AI发展失控 例如说像是今年三月 OpenAI他们发布新版的TradGPT之后 就有上千名的研究人员 还有技术专家 他们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来呼吁六个月内要先暂停 不要做新系统的开发 原因是担心这可能会对社会构成严重的风险 那在这封公开信发布之后 在过了几天之后呢 有19位人工智慧促进协会 AAAI的现任还有前任的领导者们 他们也自己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来警告AI的发展风险 那在签署的这些人物里面 其中还包含了微软的科学长霍维茨 那有趣的是 这两封公开信 星顿都没有签署 那当时他的理由是说 在辞去Google的职务之前 他不想要公开的批评Google 或是其他的科技公司 那星顿也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说 现在AI已经有能力模仿人类写文章了 也能够快速的制作出 高拟真度的图片还有影片 所以他很担心 在人工智慧开发公司彼此的竞争之下 相关的规范有一天可能会被放宽 那在这种状况下 就有可能会散播大量的错误资讯 他说你看现在网络上 已经充斥着大量 由AI生成的假文章 假图片还有假影片了 那这些东西已经让一般人 很难分辨出真或是假 那他很难看出 人们要怎么防止坏人 用AI来做坏事情 那如同大家近期一直在讨论的 AI有时候的学习 还有分析能力 已经超乎了人类预期的程度了 那星顿他也说他很担心 会有越来越多工作 被AI取代 而且速度已经比想象中的 还要更快了 那星顿也在纽约时报的 专访里面警告说 如果这种发展趋势 继续下去的话 未来很难保证 不会有人制造出 完全自主决定目标的杀人机器 那这部分 他说他非常担心 所以他说如果要避免 他假想的这种情境成真的话 他在此呼吁国际社会 尽快就AI的技术发展 订定全球性的监管措施 好那这是我们大概引述 星顿在纽约时报这篇 专访的几个重点 那如果大家对更多细节内容 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把文章的连结 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 好那今天的最后一则 我们快速更新苏丹的状况 那我们在上周 跟大家更新到 苏丹会进行72个小时的 停火协议 现在呢停火协议 从5月4号开始 会继续延长为期7天 那虽然说是停火 但其实冲突的阵营 也就是苏丹的政府军 还有快速支援部队 是不断的违反停火协议 那首都科土木的交战 是依然持续 冲突没有减缓的趋势 那武装部队呢 甚至也是破坏 和洗劫了位于科土木的 印度使馆 还有沙烏地阿拉伯的使馆等等 那从苏丹内战 在4月15号爆发至今 那根据官方的统计 内战已经造成550人死亡 近5000人受伤 那战争也是造成了人道危机 那将近10万人逃往邻国 那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数 也来到了33万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三则新闻更新 节目的最后 我们要来转换一下心情好了 好 我们上周不是有去了分享会吗 对 那其实就有一个听友 就提问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这边非常想回答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台上的时候 一直在划那个slidal 然后这一题我们就很想搭 可是好像跟分享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 反正这个问题呢 是说 这个听友夫妻 他们是friends迷 那特别喜欢前面第一到第五季的剧情 那喜欢角色们年轻时候的演出跟互动 那就想问我跟沐怡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剧情跟演员 那原因是什么 我们来先讲演员好了 就六个里面你最喜欢谁 我喜欢Phoebe的疯狂 然后因为我以前都觉得 因为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喜欢漂亮的角色 喜欢帅的角色 但我长大之后就更觉得疯狂的角色 我比较喜欢 那你呢 我也是 我一刚开始看的时候 我很喜欢Monica 正 因为我觉得她很漂亮 然后又有控制狂 是不是 对 就是想要掌控一切 对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我也是喜欢Phoebe 我觉得 因为喜欢Phoebe的原因是因为 她身上拥有 我所没有的特质 对 而且她很愿意去接纳 她过去可能大家会觉得 不太能接受的事情 她都能够 很积极的分享 就那种疯狂跟冒险 是我自己很 很羡慕 或者是我很 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更勇敢 更冒险的一种特质 我认同 就很像她讲一些 我平常在工作上很想讲的话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勇气讲 你说 I wish I could but I don't want to 对对对 这真的是我们的智力名言 对 那剧情呢 剧情的话 我个人一直在重看的 就是Rachel的生日派对 是第二季吗 对吧 你说就是她爸妈 就是她离异的父母 突然间都出现在她生日派对上 对我觉得那一个真的是太精彩了 对对对 我印象很深刻 就如果是Friends me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说 像你刚刚讲的父母离异嘛 对 结果发现说 父母都不约而同的来到了 就是Rachel的生日派对 要给她surprise 结果变成这个派对 只好在两个地方进行 一个就是Joey她们的家 另外一个是Monica她们的家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整个剧情非常的荒谬 而且她们就是努力的 想要为了防止她们 父母彼此见面 她们就用了很多的奇招 对 Joey到时候不是还亲了 Rachel的猫猫吗 对对对对对 那个真的是真的超疯的 那个剧情是这样的 因为她们在走廊上 然后刚好Rachel的妈妈 在走廊上 可是因为Rachel的爸爸 准备要出来了 对要离开了 然后Joey就涌着 Rachel的妈妈说 谢谢你来 然后就给她一个声吻 那时候我看了就尖叫 对啊我就觉得说 从六人行里面 除了是友情的那一种牵绊 你觉得很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 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 而且尤其是有时候 我会很容易 因为我会觉得说 剧情很夸张 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有一些事 是的确有可能出现在 真实生活里 比如说假设 今天这件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你怎么办 我们真的就是不知道 会怎么办的人 如果是我后 我会直接跟我妈说 爸来了 之类的 你要不要走 对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人物之间 对于情感的表达 也是非常的直接 这个直接不是说 会伤害到人 而是这个直接 是非常的真诚的 在对话的 对 但是其实那时候 我要就要 还是要解释一下 就是那时候听友 问我们这个问题 是因为 那时候我们在回答 听友说 我们平常如果 新闻太沉重 或是我们实在是觉得 有一点 需要逃离 这种情绪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说 不约而同就说 就是看Friends啊 那你最喜欢的剧情呢 我很喜欢 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 叫Joey 然后她是一个 不是很 受到欢迎的演员 B咖C咖演员 然后有一次 她获得了一个 试尽的机会 她可以跟一个 大咖演员对戏 然后她就去演了 然后她看到 那个大明星的时候 她非常的兴奋 就想说 好我今天要来 认真工作 可是殊不知 一对戏之后 发现对方是一个 喷口水大师 那也蛮有笑的 对 她就说 那个人的理由是 当她激昂的时候 她觉得这个就是 喷口水的时候 所以她就 在对戏的时候 就把就是 Joey整个脸 就喷得很湿 我觉得Joey的性 各位蛮喜欢 就是到后面 不是Rachel 搬去跟Joey一起住吗 那有一次 Rachel好像是吃披萨 还是意大利面 就掉到那个地毯上面 意大利面 对 然后Rachel就很紧张 想说怎么办 因为平常 如果在Monica的家 因为Monica有洁癖 对 所以就会变成是 她就很紧张 想说怎么办 结果Joey 你知道就是一脸 一派轻松 很想说没关系 然后再把披萨 对不对 然后丢到那个地毯上面 对 然后她就说 You're at Joey's 对 你不要担心 对对 我也很羡慕 因为我也是一个 有洁癖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 渴望你生活中出现 有Joey这种角色的人吧 对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我的那个性格 可能有点像Monica 又洁癖又控制狂 所以到后面都不喜欢她 总过来说 因为她就是我 对 听到后面 可能有一些听友 没看Friends 也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 但是推荐大家就是 如果真的 想要找一部好剧的话 或是想要找一个 平常吃饭 可以20分钟快速看完 陪伴你吃饭的话 Friends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 Modern Family也推推 你已经推我好几次 我都还没看 结果这个Friends的分享 讲的比新闻还要长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 就是新闻更新 还有我们就是 对Friends的一些 小小的感想心得 没错 对 也欢迎有看Friends的听友们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的一些 就是关键心得 非常非常欢迎 没错 好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是编辑慧姨 我是编辑慕姨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